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天幕有一家老字号的素食餐厅 他们的菜单颠覆了一般传统蔬食的印象 令人耳目一新 像这道招牌的丝瓜汤包 用丝瓜 杏包菇 白木耳入馅 一口咬下去 丝瓜的鲜甜拌着汤汁瞬间溢出来 另外这道大饼卷石酥 手工所擀出来的饼皮吃起来面香十足 包着素肉 小黄瓜 还有油条 口感吃起来很扎实 另外这道用西餐呈现的 法式香煎干贝 一送入口 充斥着浓郁的香气 食材 烹调 手法都令人惊艳 我现在搬到淡水 我做天幕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吃 十几年了吧 真的赞 有够赞 是什么样的味道 让吃货的客人赞不绝口 铁板上的干贝拍煎得一肢作响 一个翻面立刻烙上金桃硬质 这道法式香煎干贝煎得外酥内嫩 还特别以西餐呈现 让人光看就垂涎欲滴 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棒 有点像是那种就是灶烧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让我觉得惊奇的是 它竟然可以做到像干贝这样一丝一丝 它其实上菜的时候 那个亮点就让我觉得太惊奇了 对 那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很好吃 什么 这是素的干贝吗 是的 你没看错 这些料理统统都是素的 从丝瓜汤包 大冰准食蔬 红麴猴菇烧 蜜蜂糖三味 新加坡辣下锅 还有红烧狮子头都可以素素看 将素食做到像极了浑食料理 微妙微笑 甚至让许多客人吃到肚子里 都浑然不觉吃的是素食 就是我们是传统的美品菜料理 然后现在转型成蔬食其实 它们的差别就差在 其实只是食材换了 我们的口味其实是一样 就是有鉴于蔬食的趋势 然后就是也是环保议题 然后我们把食材换掉 位于天母商圈 这家25年的老字号餐厅 原本经营北平料理 从2011年起游婚转素 如今第二代老板 连千祥延续父亲的精神理念 为了追求口感 从擀面团 打剂子 25年来坚持手工 绝不马虎 如果是手下去擀出来的面团 或者是打出来的面团 它会确实是比较 比机器做出来的 它会更有口感 对 就比较有香气吧 样样都要维持传统 滚圆 揉开面团 手握面皮 塞入一大匙的丝瓜和蔬菜高汤丼 这就是连家的招牌 丝瓜汤包 浑圆饱满的汤包 有晶硬剔透的外皮 隐约可见翠绿色的内馅 一口咬下 鲜甜的汤汁在嘴里爆开来 满嘴都是丝瓜香甜 多汁 对 然后有丝瓜的鲜甜 应该是手工做的吧 那就是吃起来有那种韧茎 对 然后里面的丝瓜又是很清爽 就是吃起来就是很清爽那种感觉 清甜的滋味不只限定清蒸 还有限点限感的大冰卷食书 我们赶开之后再下锅去煎 在煎的过程中 它也可以释放那个乡村特有的香气出来 煎到两面恰恰的饼皮 涂上一层薄薄的甜面酱 老油条 黄瓜 素肉片 配料走向简单清爽 一刀切下 发出卡滋卡滋的酥脆声 很诱人食欲 清脆黄瓜 香酥老油条 搭配素肉片的淡淡咸香 吃在嘴里充满层次 它吃起来的话 它那个配起来的话 有些时候我会误认为主 我在吃那个牛肉卷 那种感受你知道 那种它的氛围 那种感觉很棒你知道 那种感觉的味道真的很棒 用心的料理 客人异常变居 本身从餐饮毕业的连千翔 更是结合所长 研发出素干贝 在有限制的素食世界中 智力创造出新的口感 肉食本身它就很有香气了 其实它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的碰巧方式 包括这个技巧 但是蔬食不一样 蔬食本身 实在是没有什么香气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比较费心思地去变化它 然后让它能够展现出 比较不一样的香气 炸过的红喜菇 散发出来的香气 让年轻上有了新发现 我当时发想是说 它会跟那个 我们葷食的转壳屑 可能味道会比较接近 还有它的大小跟口感 对 那它经过沾粉 然后再过过油之后 它的香气 其实它会有一个类似 像是甲壳类的味道 所以当时会选用红喜菇 举红色艳丽上桌 炸得香酥可口的红喜菇 混合代替蒜酥粉的面包粉 带来微妙的口感 它的话就以甲乱蒸 很像人家那个昏的一个名菜 蜜蜂糖炒蟹 就是有海鲜的味道 对 而且它是用红喜菇 很特别 吃起来口感真的很好 极为逼真的口感 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年轻祥认为素食要好吃 食材本身和香气都很重要 除了选用整朵的头头菇 也着重于乳汁 乳汁就是 其实简单的就是 桂皮八角 辣椒 然后胡椒 然后再来就是酱油 蚝油 炒香之后下去 然后还有姜下去滷锅 花椒油香混合九层塔香 红麴酱很讲究香气 它需要把九层塔 跟这个红麴酱 然后花椒油把它炒香之后 然后我们再下已经炸好 已经炸好的这个 红麴片下去 这样会比较有香气 让那个红麴的香味可以 跟九层塔的香味可以发挥出来 属于重口味的干烧做法 香气浓郁却一点也不死咸 猴头菇均匀发着酱汁 吃来多汁鲜嫩 它就不像是素的 让人家感觉就是很上味 味道很浓郁 素食若要做到符合大众口味 所以自然需要参考浑食料理 从中取得平衡店 本来连千山不是吃素的 但几年前陪伴他17年的爱狗去世 让他决心如素 他在将自己爱吃的烂砂锅 改良成蔬食版的新加坡烂砂锅 获得客人好评 很浓腻 我第一次在台湾吃到这种口味 因为这个的确在新加坡我吃过 年轻二代接班 要经营老字号餐厅并不容易 未来连千祥还要透过一道道的 创新蔬食料理 掳获每个客人的心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澎湖马公热门景点 观音亭的附近 有一家老字号的海产店 因为距离码头蛮近的 是很多人抵达澎湖第一站的 大餐首选 招牌菜锅烧中卷 一上桌打开了锅盖 满满的热气跟香气喷出 高温紧紧锁住了中卷的鲜甜 吃起来肉厚Q弹非常入味 另外这道清蒸海臭虫 所谓的海臭虫指的就是续蟹 老板说这可是内行人 吃螃蟹的首选哦 可很薄肉很多 肉质吃起来细致鲜甜 搭配浓郁的蟹膏 满满的鲜味在舌尖绽放 吃了令人回味 我是从家以来 我来三天 来这边吃两天 如果是在忘记的话 少说啦 没有提前一个月一月 很难吃到 要早早定位才能吃上一回的 澎湖海鲜餐厅 用餐时间客人碗筷从不离手 为了就是高CP值的海臭虫而来 就是它在煮的时候 端来的时候好像还是活的 非常的Q 非常的好吃 它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这里说的海臭虫就是续蟹 曾被认为是台湾最好吃的螃蟹之一 买气超强的海鲜 能够让人专程从台湾 杀到澎湖来尝鲜 是因为人称发哥的颜文发 挑选的海臭虫 每一只都投好壮壮 肉厚肥美 它是自然野生 它的肉质本来就很贵 现在发现我们这种澎湖 大概它的钱本来 一公斤差不多一千块 我们这种一公斤 大概是六百五左右 我不会因为选便宜来吃 是因为它刚好又好吃 所以当然我们不一定要 花更多的钱去吃花鲜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新鲜 所以它并不会像我们其他 吃起来那种软软烂烂的 它是有弹性的 它不腥 因为有些比较不好的品质 或是放太久的 对 那它吃起来会比较腥 有些人不喜欢吃蟹膏的原因 就是在于这边 料理能赢得客人芳心 是因为发哥做菜讲求反不归真 像是中卷没有过多调味 就足以证明食材的鲜味 第一点我坚持用澎湖沿海的中卷 尽量吃盐味 盐味其实我们中卷里面 才放一点点盐巴 其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口感 它一上桌的视觉效果 就非常惊艳 然后就会很想吃 对 然后吃起来非常鲜甜 很新鲜 它就会没有两种的调味料 只用铁板烫过 烤过之后 然后吃起来的脚卷 就会比较Q弹 比较好吃 另外新鲜现炒的大棒壳 柯柯肉厚肥美 常常一上桌就秒杀 那种大棒壳 它用这种方式做烹煮 除了提前它的鲜味之外 那也会说好拌饭 讲实在话 那如果有重口味的人吃这个 不会说吃到它的甘甜 会增加其他的一些辣味 直接在辛辣味的体跟 它的口感的层次 刺激食客味蕾神经的澎湖海鲜 能够一脉三十年让人吃不腻 美味的背后是八哥队品质的要求 大部分都用澎湖海鲜 我们澎湖的海水比较咸 咸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澎湖的雨水少 但是雨水少 泰龙舟如果有生长起来的话 都特别好吃 那个道理是原本的 从小在渔村长大 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渔夫 自然对海产聊如指掌 小时候就梦想长大之后 开餐厅卖自家渔获 于是三十年前开了人生第一家店 但才刚开幕就碰上难题 刚开始是一个素桌的小店 刚开始做 没有人卖 没有主缘 所以我那时候做特别辛苦的工作 我时间都做了几天 就是说从早上 差不多中午 都做到晚上两三点 所以我们的时间 都超过十八点钟